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紧帖体坛》麦播的竞见群影 今集的内容有 第66届格兰西市大赛车各行的比赛 除此之外还有决战豪刚搏击大赛 高级组篮球联赛 夹组七人足球錦标赛等等 第66届格兰披治大赛车上星期曲中人山 一连四日进行的连长激斗 今集会和大家一一重温 其中最受注目 压续上演的三级方程式世界杯 由荷兰车手韦舒赫亚奪得冠军 先看看最受注目的 在最后一日压续上演的三级方程式世界杯正赛 比赛开始之前一如以往 都有些仪式要进行 见到参加的车手全部一致排开 即将要和特首崔世安逐一握手 因此也是崔世安最后一次以特首的身份出席大赛车 之后特首崔世安还有点睛的仪式 除此之外还有省私的表演 同时是预意着这一场的正赛能够顺利完成 好了15个圈的三级方程式世界杯正赛正式开始 排头位起步的是爱沙连亚车手韦比斯 在进入第一个弯之后过程都尚算顺利 说回今届了 在三级方程式这边都有不少的变动 因为使用了全新的车种 战车的尺寸大了少少和速度更加快 同时引入了减少空气阻力系统 即是简称DRS 令比赛更加紧张刺激 在进入蒲京湾之前看到驾驶5号车的舒华文 似乎是在入文华东方湾时和其他车有点碰撞 令到他战车的前翼受损 连蒲京湾都进不了,只能无奈退赛 这场比赛都有不少惊险的镜头出现 在第三圈奥地利的哈贝斯堡在上路失控撞栏 见到战车受损的情况都挺不重 而且还有一团的火出来 因为不是一个小事故 所以大会都决定出动安全车 大了几个圈之后比赛重新开始 今届新引入的DRS系统 规定在安全车离开之后的两个圈都不能够使用 但在进入蒲京湾之前的冰家必争之地 见到驾驶21号车的荷兰车手韦书河 连蒲京湾,速度相当快 爬过维比斯的头,成功进占第一位 可能大家想关心下 上年在蒲京湾炮弹飞车的德国女车手佛罗斯 今年他同样都是不幸 在进入云华东方湾之前的直路就跪下了 令大会要出动虚拟安全车来处理 比赛重新开始之后 第二的维比斯频频向着韦书河亚发动攻势 但见到韦书河亚的线守得很漂亮 维比斯这里也都心急了 出现了一个失误令到距离又拉开了 来到最后一圈,维比斯依然是咬着前车不放 但依然找不到进攻的机会 无论是外线还是内线 都是被韦书河压守着 结果这位荷兰车手 凭着他出色的表现 顺利以守名冲过终点 而维比斯就第二 贵军是属于沙准 速度非常好 因此我们在P5上升了 但从那一方面我继续下降 我继续下降 我从前两个赤离 我触摆了壁 我的车子很强 所以这两个赤离 尤其是由于书河压守 所以我们完成了 至于外面的英国车手敌途 就以第13名完成 而澳门车手梁汉超就排第19 虽然是重了 但每次加速是足够的时间 其实一直都是适应的过程 因为始终麦数太少 而且这部车和上一部车有不同 所以是比较有差距 在最后一天的比赛 在三级方程式的赛事上演之前 大会亦都准备了特备节目 有多架名车在东望阳跑道上巡游 令各位车迷一爆眼覆 之后跟大家看看GT世界杯的赛事 在今年的GT就一定要由选拔赛开始看起 因为选拔赛发生的事情同样值得关注 直接影响到正赛的结果 在这场的选拔赛未开始之前 比利时车手皮卡里耶路的战车 因为未能够起动而被逼退赛 赛事采用滚动式的起步 一共是赛12个圈 排头位的意大利车手马歇路 起步得相当不错 在第二位起步的比利时车手迪亚士 云科尔在文华东方湾失控撞难 没办法完成赛事 而斑驳和云科尔就顺势升上第二和第三 而有澳门先生之称的莫他娜很快由第六位升上第四 至于他的警敌之一 橙色车的盐高就一直想找机会 这个圈中国车手陈维安亦有意外发生 赛会需要出动安全车 在大了两个圈之后比赛重新开始 盐高在入蒲经湾的时候就心急了 打算在内线硬硬爬头 先撞到前车云迪连特 在撞到难之后再直接撞到正在入彎的莫他娜 安全车就随即出动 提回慢镜 盐高在爬头的时候先撞到云迪连特的车尾 莫他娜当然就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就被盐高拦腰撞到冲向防护墙 这个时候比赛剩下12部战车 最后4个圈安全车离开 马歇路保住领先的位置 斑驳和云科尔守在第二和第三 而42号车衛免的巴西车手法夫斯 在文华东方湾过了哈斯星上第四 不在尾段,斑驳就一直是紧随着马歇路 但始终都未能够收窄差距 最终马歇路在全程领先的情况之下 夺得选拔赛冠军 兼在正赛排头位起步 斑驳和云科尔维持第二、第三 立刻和大家看正赛 是会斗18个圈算是比较长途的赛事 同样是以滚动式的起步 排头位意大利车手马歇路 在出发之后维持着首位 云科尔和斑驳紧随其后 去到第四个圈 法国的亚斯提进入文华东方湾时 修制不及撞冷 令到大会出动安全车 将车手门的距离拉近 安全车离开之后有离一番的激战 排名出现变化 斑驳在文华东方湾被法夫斯超越 上到第三 但只是维持了一段直路 在入葡京湾之前出现了一轮紧张画面 云科尔上司爬过马歇路但不成功 而斑驳取代了卫免的法夫斯 拿回第三个位置 斑驳这位新西兰车手不断做出最快圈速 在第16圈做出的2分17秒182 打破莫塔拉上年所做出的最快圈速 升上第二位后全程紧贴着马歇路 而在刚刚的选拔赛 在葡京湾被撞的莫塔拉 今场能够及时维修战车出战 排第14位出发 当然这位澳门先生的技术相当出色 可以说是逢车过车最后是以第六名完成 来到最后一圈 斑驳在法甲湾之前就撞了一下马歇路 马歇路的车有少少失控 但依然能够调整保住守卫 结果第三次来澳参赛的马歇路可以说是由头大到尾 第一次在东望阳赛道夺冠 云科尔在冲线之前就超越斑驳 收获亚军 斑驳第三 这位赛道是非常奇奇怪 那在这场比赛道都最好的车车出现 所以要赢这个赛道就是 我购买他们的很幽默 因为我一直希望出现 最大名在GT能够跟他们的争取 是很幽默的感觉 一种很幽默的感觉 我后来年年年年纪录 我一直很近较去赛道 但我永遠都沒有製造 我的車是很特別的 你必須做得到 全都完美 我必須感謝我的團隊 Gruppam Temacheres MG 我非常開心 國際汽聯訪車世界盃方面 法國的伊雲梅拿到首回合冠軍 而得第二的匈牙利車手米哲利斯 就升上車手榜首位 伊雲梅拿之後也有好表現 在第二回合再下一城 第三回合冠軍由英國的派奧奪德 而米哲利斯繼續在車手榜領先 先和大家看的是 國際汽聯訪車世界盃 澳門站是全年10站當中的倒數第二站 會進行三個回合的角逐 總冠軍之爭仍然充滿懸念 首個回合的賽事 就令車手榜排名起到變化 排頭位出戰的法國車手伊雲梅拿 起步之後順利守住領先位置 匈牙利的米哲利斯和英國車手派奧首在二三 賽前阿根廷的古里亞利 在車手榜借領先米哲利斯兩分 因為排位賽時戰車出現問題 導致要排最後一位出發 首個回合八圈的賽事 紅色車的米哲利斯只要維持在第二 就可以升上車手榜首位 第二圈德國的萊特 在普京灣直接撞向防護欄 大會出示了王旗 不過沒有影響前列車手 今場四至八位之爭就比較激烈 第五白色車的意大利車手志康 多次在直路時尋找機會爬頭 後一位的侯夫繼續衝擊第十次 在東望楊奪冠的紀錄 比利斯的維域之 今場亦都相當進取 在普京灣那時過了艾拿卓 升上第七位 今場就沒有重大的意外發生 在倒數的第二圈 中國車手馬青華 和荷蘭的朗格維德 兩部戰車就擺在普京灣的緩衝區 大會是第二度出示王旗 一直守在第三的派我 在最後一個彎位前 戰車出現問題突然就慢了下來 最終只能取得第六 而伊雲梅拿就順利取得首回合的冠軍 雅軍的米智利斯 就以18分的優勢升上車手榜首位 麥志康就得第三 而唯一的澳門車手盧啟風 就排在23位 I feel good and I think it was a great race I start from pole position And at Macao when you are in pole position He is always important He is not down because you have to do a good start You have to do a good first trade and a good first lap 來到第二回合 都是鬥八個圈 頭三位分別是艾拿卓、彼若克和哲匡 而首回合冠軍的伊雲梅南 原本排第五位出發 起步之後就過了哲匡 升上第三 位置很快又有變動 彼若克和伊雲梅南 先後過了艾拿卓 升上一二位 入普京灣的時候大致都順利 只有荷蘭的朗格維特失控 美徐的車輛受到一定影響 速度慢了下來 伊雲梅南再過了比若克 之後就一直領先 今場三至六位的爭奪比較激烈 首個回合貴軍來自意大利的智康 一度升上第三 第六圈匈牙利的泰斯 和摩洛哥的賓拿利 互相爭位之下又碰撞 相信過不了普京灣 被迫要退賽 結果領先的伊雲梅南 最先衝過格仔棋 連續兩個回合取得到冠軍 比若克和泰斯康就名列二三 以第十位完成的米哲利斯 就繼續在車手榜領先 我回到比賽 我們在比賽中 我們看看在比賽中三次 然後我們去馬來西亞 最後一個回合會鬥十一個圈 排位賽做出最快圈速的英國車手 侯夫在這個回合排頭車出發 同胞派奧和法國的和利分別排二三 開賽不久派奧就過了侯夫 進佔第一位 今場前四位很接近 侯夫上路多次迫派奧 嘗試作出攻擊 但是不成功 去到下路速度明顯不夠派奧 又要抵擋和利的挑戰 第三個回合相當順利 沒有意外發生 前四位的名次都沒有什麼變動 最終派奧爾首名回到終點 最後一個圈 同時也做出全場最快圈速 2分31秒712 第二三位是侯夫和和利 而第十二位完成的米哲利斯 就以9分的優勢在車手榜繼續領先 對我給了我壓力 我對Rob很尊重 但他很強勁 但他非常正確 很高興找到我的表現 最終競爭的運動 現在很強勁 唯一的澳門車手奧啟豐就排名23 是六位外卡車手當中 成績最好的 雖然成績一般 但起碼可以跟世界級車手 較量一下 或者跟他們學習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賽事最後一站會在馬來西亞上演 緊接和大家看的是第53屆 Galampage電單車賽 英國車手黑爾文排頭位起步 相當順利 緊隨其後是同胞路達 而莊士頓連升兩位佔據第三 賽事鬥十二圈 首圈都未完 派利就在法甲灣出現十五 不過沒有大礙 而衛免的黑爾文狀態十足 第二圈做出今屆最快的2分24秒319 和第二位的路達一度拉開超過7秒的優勢 八屆冠軍的路達佔前顧後 不斷受到莊神和莊士頓力迫 之後又驚險畫面出現 賀神戰車失控波及到切雲尼 戰車流出電油 幸好就沒有造成嚴重事故 這次的紅旗令到黑爾文的巨大優勢化為零 賽事重新展開之後 路達把握起步機會超越黑爾文升上第一 莊神守在第三位 不過路達只領先了一個圈 在普京灣就被黑爾文過了 但剩下7圈的時候 在摩羅園有車手入彎時失控 一共有6位車手發生意外 包括是哥達摩、薛爾斯、加林斯、斯溫里、高爾和杜甲 賽會第二度出示控期不需要提前終止比賽 其中有三位車手需要送院治理 隨後官方宣布 道家和薛爾斯已經出院 而哥達摩就需要進行手術 不過情況穩定 原本由於比賽圈數不足 賽會取消今屆格電賽事成績 當時路達就說 以這種方式去結束比賽 感到有點失望 但是仲裁小組最終決定 成績按照比賽第二部分的一圈成績來計算 大賽車組委會協調員潘永權重申 是按照既定的規則和程序來決定 在紅旗之後 其實開賽之後 亦都是賽了超過一個圈的情況 基本上來說 那個規則可以肯定告訴大家 只要有一個圈的成績 那個成績就已經是絕對被接受的 我再次重新強調 其實在正式公佈來說 我們由始至終是一個結果 也是一次公佈 沒有前面一次是這樣的 第二次公佈的樣子 根本就沒有這件事 最終冠軍由英國車手路達 希劇勝羅島 第九次在東莫陽賽道奉皇駕 對遊客移民和澳洲車手莊臣 就明列二三 今屆大賽車新增了大灣區GT杯 和澳門房車杯 都是今年本地車手主要角逐的兩項賽事 他們的成績是怎樣?強 沒錯,志傑 澳門車手總共收獲兩項冠軍 其中澳門房車杯 蘇沙就拿到1950cc以上組別禁標 而謝榮健就收獲大灣區GT杯冠軍 大灣區GT杯是今屆新增賽事 正賽鬥12圈 排頭位起步的是澳門車手謝榮健 在排位賽做出2分35秒130的最快圈速 他今場的最大競爭對手 就是駕駛著同款車種 來自香港的菲力加道里 賽事一共有23位車手各族 當中有10位是澳門的車手 而香港的車手都有8個 進入第5圈之前 沒有意外發生 香港車手梁國強在魚翁灣前失控撞欄 這次意外也波及到中華台北車手李彥漢 兩人都沒辦法繼續比賽 安全車要帶領3個圈後比賽才重開 雖然在之後的比賽 謝榮健沒有辦法 擦身一個比排位賽更快的圈速 但菲力加道里還是過不了謝榮健 之後的競爭逐漸激烈 張謙尚在浦經灣前想過張維中 但不成功衝出緩衝區 而原本第三的香港車手潘君臨 在進入最後一圈前 在水塘北角灣撞欄 佔車嚴重損毀 亦需要退賽 大會出動安全車帶回終點 結果謝榮健就順利奪得冠軍 第二是香港的菲力加道里 第三是中華台北車手張維中 我自己有點可惜 因為我其實已經列了幾秒 出了開完車 當然有點緊張 因為大家都近了 但幸好安全車之後的起步做得不錯 跟第二名的菲力都拉回距離 之後就一路一路做時間 叫自己集中精神 之後再出另一個CT卡就定了 因為只剩下最後一圈 慢慢完成賽事就沒什麼壓力了 之後和大家看看澳門房車杯的正賽 正賽一樣都是鬥12圈 排頭位起步的是兩名香港車手 分別是潘德進和馮家柱 後面兩個就是澳門車手 黃雲龍以及黃色車的蘇沙排第四 去年稱霸1600cc組的潘德進 今年更加力壓一眾大CC戰車 拿到排頭位資格 這邊看到魚翁灣有意外 出事的是迪亞史林和梁子健的戰車 兩名澳門車手都要雙雙退賽 安全車帶三圈之後 比賽重開彈很快又再出事 今場總共三次出動安全車 令蘇沙也越來越少機會 超越第二的馮家柱 而後面的梁欣明就把握到機會 由原本的27位起步 追著追著追到上來總排名第四 但都沒有人威脅到潘德進 潘德進就拿到1600cc組別的冠軍 在中段的時候我的車有點失誤 是無法反應的 今次天都有幫我 我出了一次Savica 我可以reset到車去回正常那裡 1950cc組 澳門車手就包辦三甲 冠軍就由蘇沙奪得 梁欣榮和林家俊分別明列二三 其實我自己的狀態是非常之好 尤其是在澳門 其實我自己的心態很強 今天開始那個Rolling Start 其實覺得自己起得挺好的 都是回第四位 最後都是2000cc組別半軍 全場第三 車隊都值得開心 因為這項賽事的排位賽 出現不少意外 導致有超過10位車手 未能夠做到時間 梁欣榮就希望賽會 能夠尊重支援賽事的車手 最主要一樣東西 我們試車試的太少 和Qualify我們的時間太少了 正完全 我自己的感受 我自己的說法 我覺得我是 不知道來做甚麼 我覺得我是一個車手 來的 我來澳門是為了比賽而比賽 希望大會會了解我說了甚麼 這段時間先休息一會 節目的第二部份 回來還有其他本地看壇消息 歡迎回來節目的第二部份 今年迎來澳門回歸20周年 大賽車在這20年來都有不少轉變 他說是澳門的共同回憶 當中有不少車手在東網陽跑道寫下光輝的一頁 搬隨著大賽車的發展 一起和大家回顧一下 回歸20周年 在這20年來 大賽車都迎來不少的變化 也可以說是越來越精彩 回顧在千禧年舉行的第47屆 是澳門回歸之後的首屆大賽車 當時本澳車手高度參加三級方程式大賽 時任行政長官何厚華在賽前和高度握手 結果高度不負眾望 成為首屆贏得澳門三級方程式的本澳車手 第一朕年是一種這次後 那是我一次駱子 神聖的也為我 因為我空 prospect的幻想 我發生了一個冰夢 我當中中之選了 我沒有驅到的,沒有驅到 沒有驅到的,沒有驅到 沒有驅到一個渠驅 我從來操場的驅到任何驅到這一球 我決定沒有驅到世界上 從來那時 我來到 Macau 在第一次驅到這一球 在駱高度上 我有驅到這個驅到 我有很好的記憶,我有很好的記憶 我有很好的記憶,我很幸運 這二十年來,澳門大賽車認你一個又一個的里程碑 在2003年踏入50周年的禁禧 而在2005年首次成為國際汽聯世界房車錦標賽的分站賽事 自此之後有更多世界一流的車手來歐國族 其中英國的侯夫可以說是澳門大賽車當中最出色的一位 曾經九次贏得東望洋大賽 是東望洋跑到獲勝次數最多的車手之一 現在已經很老了 我覺得這是我十五年來的 我可能是十四年來的 但我愛到這裡,我愛這個街道路 我已經是一個很棒的路 我已經贏了九次,現在是九次的位置 所以我從 Macau來得到很多獎牌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所以我很高興成為 Macau 歷史 為了進一步推動澳門大賽車 成為世界一流的賽事 但會在多年來一直為大賽車加入更多元素 其中在2008年首屆GT杯的誕生 廣受各界歡迎 而在2013年的第60屆 新的賽事控制中心開幕 不然之後GT和三級方程式都升級為世界杯賽事 當然不少得每年焦點之一的格蘭披治電單車大賽 今年是舉辦到第53屆 在這麼多的電單車手當中 路達可以說是伴隨著澳門大賽車的發展 已經是第25年來到澳門參賽 連同今年在內九次在澳門格電風王 路達表示澳門的變化很大 當然主辦方亦都功不可滿 我們澳門的PC大賽車在國際車壇上 一個非常好的地位一直延續下來 其實是多年大家對賽車投入的工作 令到國際聯會對澳門組織委員會的支持 以及對我們的認同 我相信是多年的努力工作 傳媒朋友的宣傳 令到我們的澳門人辦的賽事 除了澳門人都支持之外 在國際上也得到不同的國際團體 旅客不同的方面都很好支持 所以每年一次的格蘭披治大賽車 得到有今時今日的成功 以及得到大家的認同 我相信是全澳門的市民支持共同努力 所以才有今時今日的效果 大賽車的發展可以說是澳門的縮影 回歸20年即使過程有喜有福 但仍然是屬於澳門的共同回憶 隨著今年大賽車完結 很快又會到下一屆 希望大賽車和澳門一樣 迎來下一個精彩的20年 決戰豪江搏擊大賽一共上演13場賽事 分竭幕戰和雙慶戰兩個部份 澳門合共有6位拳手出戰 其中楊斌以2比1擊敗菲律賓拳手職位 收獲49公斤級別冠軍 決戰豪江搏擊大賽吸引到來自俄羅斯 泰國、內地和中華台北等拳手參加 一共上演13場比賽 茂滿派出了6名拳手出戰 包括吳文龍、孫德傳、祖奧、朱紹華、陳芷霖和楊斌 一眾拳手們在賽前都陸續通過過榜儀式 這場搏擊大戰吸引到不少市民入場觀賞 大會亦為賽事舉行了開幕儀式 體育發展廳廳、掌州、國偉都有出席 一眾嘉賓先為賽事展彩 十三場賽事中有三場屬於古泰拳的腰帶賽 拳手會以粗麻繩去前手取代拳套 拳的攻擊力和殺傷力都會大大提升 先為大家看的是49公斤級賽事 由紅方澳門拳手楊斌對著菲律賓的職位 雙方會鬥三個回合每個回合會限時三分鐘 兩位拳手在第一回合都只是互相試探一下 楊斌稍微處於下風 這名東道主選手下個月將會代表澳門 前往阿布澤比參加亞洲泰拳錦標賽 在第二回合楊斌就打得更加放 多次就打中職位增加了不少信心 楊斌首次參加古泰拳的比賽 站穩陣腳之後就越戰越勇 在尾段多次主動出擊 結果經過三個回合之後 裁判一致裁定 澳門的楊斌是以2比1獲勝 因為第一次打普泰拳和第一次打腰帶 始終跟平時發揮得那麼好 第三個回合就剩下多少條去盡他 不斷去搏我去衝 還好第三個回合其實想Q他 但都差一點 物至於另一場古泰拳腰帶賽53公斤級 紅方畫面左邊澳門的孫德傳對著巴西的迪安 同樣要擊戰三個回合 24歲的孫德傳是上年亞洲泰拳錦標賽 54公斤級的金牌得主 這場多次利用拳和腳擊中對手 結果孫德傳以3比0擊敗迪安 拿到這個組別的冠軍 另一位澳門拳手祖奧參加雙慶戰67公斤級別 對著俄羅斯的迪馬 為了今次比賽祖奧專程前往泰國進行訓練 在這場賽事中成功壓制對手 在首個回合1分43秒 就技術性擊倒迪馬 賽後祖奧說今場打出賽前的部署 對於可以提前擊倒對手感到十分驚喜 其實完全沒想過 我打算會打三個回合 但想不到這樣就很快就很開心 而另外兩位的澳門拳手 吳文龍和朱少驊都分別獲勝 至於陳子琳就不敵中國選手無言冠軍 全日押續上演的明星拳手對戰 由紅方來自泰國的西提差 大戰烏茲別克的塔哥夫 兩個人鬥都難分難解 三個回合過後只可以賽成停手 要在附加回合分勝負 細提差賽前出戰過159場賽事 錄得139勝18負兩和32KO的戰績 這位泰國的明星拳手 靠著最後回合出色的發揮 最終擊敗對手 拿到首屆決戰毫剛金腰帶的頭銜 上星期的高級組籃球聯賽 慈青和福建都贏了 外面的福建更加是開季六連勝 甲組車人足球錦標賽方面 清風就是保賽5比0大勝警察福利會 而B組次名濟身四強 這場就是B組的保賽 其他球隊已經完成曬賽事 黃森青鋒今場和波都能夠刺名晉級 上半場他們憑著艾格難度在7分鐘的入球 領先1比0 由於今季只有一隊降班 所以警察福利會已經上岸 戰過對他們就沒有影響 九馬由高尾斯操刀 也有為青鋒射成2比0 後備入體的斯利華今場都有進場 只是換邊4分鐘的時間 青鋒一下子就領先到3比0 這次今季的竹總盃冠軍 進級之後就會對A線的榜首奔菲家 高尾斯今場個人連入兩球 同樣連入兩球的還有斯利華 最終青鋒5比0大勝警察福利會 累積12分而B組次名濟身四強 同日A組的賽事也有一場保賽 由紅衣加2隊發展隊 勝負對兩隊的排名都不會起到變化 但對要踢護級附加賽的發展隊 就多一場練兵機會 雖然在上半場已經失了兩球 但陸永恆在換邊後10分鐘 為發展隊射入靚佛球 結果發展隊1比2不敵加2 將會與海關欠一個留在甲組的職位 最後和大家轉看高級造籃球聯賽 畫面見到的是藍三的慈青對尤青 兩隊在碰頭之前都只是輸過一場球 排在前四位置 晉級形勢就處於上風 今場戰果對排名尤其關鍵 雖然上一輪慈青只是以一分之差 絕殺青魚協力 但今場對尤青大部分時間領先 蘇華澤就讀取全場最高的29分 射手高仲棋第二節試入三球三分球 全場得10分10個籃板 半場落後23比35的尤青 下半場大力反撲 最後兩節得分都比慈青高 差距收窄了但沒辦法反超前 徐子豐拿到全隊最高的14分 這球交給鄧曼堯 三分起手也有 尤青最後都追不回 最終辭青以67比64險勝尤青 錄得兩連勝 一輪有黑衣服建 對福青的打比戰 福建開季五場比賽 都是沒有球隊能夠威脅到他們 收獲五連勝 這球球羅協明輕輕鬆鬆 羅協明今場得最高的30分 兼有15個籃板球的雙雙數據 福建幾乎四節得分都比對手高 今場有五人得分上雙位數 隊長梁智誠差點能夠成為一員 今場攻入8分 空位蘇柏龍今場有10分進將 而且有10次助攻 這球交給林廷朗也有 結果福建以110比84擊敗福青 收獲六連勝 和大家轉到李公體樂觀 看看女子甲組排球聯賽 畫面見到的是紅衣的紅藍 對著中信比賽 紅藍上一輪陣紅培正A 打到決勝局 最終險勝3比2 今場有隊長梁安盈 和李經麗歸隊 打得沒那麼守緊 前兩局都能夠興取對手 雖然第三局就受到中信反撲 但紅藍都能夠頂得住 結果紅藍在第三局就贏25比21 直落三局擊敗中信 收獲五連勝 最後一輪只要擊敗紅藍正 就能夠以守名進級 另一場比賽 深色衫的零空A 亦都能夠提前出戰 今場在先落後一局之下 紅藍局數3比1反勝名號有落 排積分榜第二位 而背向鏡頭的裴正A 雖然上一輪就不敵紅藍手上敗仗 但這一輪對紅藍正就沒有受到太大考驗 結果裴正A直落三局擊敗紅藍正 排積分榜第三位 最後轉替藍甲賽事 藍衣的紅藍2這一輪就對著子豐 再一次機會給到林建豐 今次就扣殺得仇 替紅藍2領先5比0 這一輪是紅藍2首階段最後一輪的比賽 對上5場 紅藍2都能夠贏出 累積13分 今場比賽對他們來說 意義也重大 因為贏球以守名制新覆賽 能夠直接打入冠軍戰 所以他們今場這3分也希望落袋 最終他們都能夠如願以上 直落三局擊敗子豐 全勝姿態打入冠軍戰 另一場比賽由紅衣的奧俊對衛冕的有樂A 奧俊首局先人25比22 緊接一局奧俊也佔進上風 以25比11流再下一城 這一場是奧俊第四輪的賽事 賽前只輸過給紅藍2 今場對有樂A 第三角度能夠贏球 贏25比20 大分3比0贏出 拿到三連勝 至於上屆亞軍辭青 開季的前三場比賽 就尷尬一點 錄得一勝兩虎 今場對著紅藍1 最終局數3比1贏出 避免三連敗 贏球的辭青 四戰累積6分 繼續保留出線希望 最後和大家看看 男子甲組手球聯賽 畫面見到的是黃三的四秒 對著升班馬單車仔的比賽 四秒在首戰大勝為免的炮兵 今場對單車仔延續強勢 本場大幅領先17比3 一直處於領先的四秒 換邊之後繼續搶攻 全隊有10名球員得分 而上季月祖亞軍的單車仔林 憑著許家媛及曹政的宮門 最近比數 但就未能逆轉形勢 而四秒也把握到 單車仔不少的失誤 這球半放棄狀態 歐永健為四秒 拿多一分 勝負早已失去懸念 看看最後四秒能夠得到多少分 最終四秒以30比10擊敗單車仔 開季連贏兩場 畫面轉了另一場比賽 由黑衣的清輝對著升班馬立忍 歐陽森為清輝拿到不少分數 立忍雖然是升班馬 而且是一路落後的一方 但今場比賽亦有不少攻門的鏡頭 半場落後7比12 但換邊之後清輝繼續攻 葉響進 在對手力迫之下都能夠起手射入 射入隊中最高的7分 結果協助清輝以26比18擊敗立人 受獲兩年勝 今集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經驗群英除了星期二晚10點半首播之外 星期三上午10點半 下午3點在澳市澳門 澳市體育以及澳門資訊都會有重播 又或者可以瀏覽我們的網站 重溫今集的內容 提提大家 本來今個星期會繼續直播多場足球賽事 除了西甲、英冠、日積和中超聯賽之外 星期日還有亞冠杯決賽次回合 大家記得留意 今集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下星期同樣時間再會 拜拜 拜拜